起 新卫 公元371年 至 已亥 公元375年 一共5年 晋蒋文帝 咸安元年 新卫 公元371年 春季 正月 元锦 诸府向前秦求救 前秦王福坚任命元锦为扬州刺事 诸府为交州刺事 派五卫将军五都人王剑 前将军张豪率领部 骑兵二万人前去救援 大司马桓温派桓南太守桓一 南顿太守桓石前等在石桥迎击王剑 张豪 把他们打得大败 前秦的军队后退驻扎在盛城 桓一是桓宣的儿子 丁亥 十七日桓温攻下了寿春 秦获了远锦吉诸府 连同他们的宗族亲属一起送往建康 杀掉了他们 前秦王福坚千禧关东豪杰 急杂一部族十五万户到关中地区 把乌桓人安置在冯邑 北地把丁陵人狄宾的部族安置在新安 免迟 众多烟战乱而流离失所 如今想重归故里恢复就业的人 全部听任他们自己的安排 二月 前秦任命魏郡太守围中为青州刺事 钟磊将军梁成为衍州刺事 社生校尉徐成为并州刺事 五位将军王剑为豫州刺事 左将军彭越为徐州刺事 太尉司马皇府府为荆州刺事 屯齐校尉天水人江宇为梁州刺事 伏丰内使王统为义州刺事 秦州刺事 西县侯福亚为史迟捷 都督秦 晋 梁 雍各州诸君士 秦州牧 吏部尚书阳安为史迟捷 都督义 梁州诸君士 梁州刺事 重新设置雍州 致索为普版 任命常乐公扶批为史迟捷 征东大将军 雍州刺事 梁成是梁平老的儿子 王统是王卓的儿子 福坚认为关东刚刚平定 郡守县令应该有合适的人选 于是就命令王猛根据具体情况 选拔征召英俊杰出之事 充实六州的郡守县令 受官以后上报朝廷正式任命 3月 仁臣23日 一周刺事建成定宫州处去世 前秦后将军金城人 聚南在桃山攻打兰陵太守张敏的儿子 大司马环温派兵击退了他 前秦西县侯府雅 杨安 王统 徐成 以及雨林左奸朱荣 杨武将军姚长 率领部 骑兵七万人讨伐仇池公杨钻 代国将领长孙金图 谋杀掉代王拓跋十亿间 世子拓跋攻打他 伤了两肋 但终于擒获了长孙金 把他杀掉了 夏季 四月 雾五 二十日 东晋实行大赦 前秦的军队抵达旧辖 杨钻率领五万兵重抵御他们 梁州刺史红农人杨亮派督户郭保 补禁率领一千多骑兵帮助杨钻 与前秦的军队在辖中交战 杨钻的军队大败 十只三四的人死亡 郭保等人也战死 杨钻收罗了逃散的兵重逃了回去 西县侯府雅进军攻打仇池 杨统率领五都的民众投降了前秦 杨钻十分害怕 两手反绑于身后出来投降 福雅把他送到了长安 任命杨统为南秦州刺史 让杨安担任都督南秦州 朱军士镇守仇池 王猛在喊攻破张天熙的时候 俘获了他的将领敦煌人 殷巨及披甲士兵五千人 前秦王福坚平定了杨钻以后 太殷巨率领他的披甲士兵返回梁州 让著作狼梁书 严妇去送他们 顺便命令王猛写信告诉张天熙说 过去你的先公向刘耀 时乐撑翻的原因 只是考虑了力量的强弱 如今要论梁国的力量则步入过去 要说大秦的德威 也不是二兆所能匹敌 而将军却反而与秦国绝交 这恐怕不是祖先的福分吧 以秦国的威力 只要一动作就没有谁能够阻挡 可以让弱水掉头东流 让长江黄河回流西向 关东既已平定 就将遗失黄河以西 恐怕不是你六郡的世人百姓所能抵抗的 刘表说汉水以南可以自保 将军说黄河以西可以保全 凶吉祸福全都细于你身上 可以借鉴的往事并不遥远 你应该深思熟虑 自己多谋求一点福分 不要让六代人经营的大爷毁于一旦 张天熙十分害怕 派使者向前勤谢罪称番 福建兽与张天熙使持节 都督和有诸军士 票其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梁州刺史 西平共 土育魂王辟西听说杨转失败 五月派使者向前勤进献一千匹马 五百斤金银 前勤任命辟西为安远将军 川侯 辟西是叶岩的儿子 好学 但人仁慈宽厚 但缺乏威严决断 他的三个弟弟专权放纵 国人对他们都很厌恨 掌使中恶的是西枪族中有势力的人 他对司马起诉云说 辟西的三个弟弟横行无忌 全是高出了君王 快要亡国了 我们二人位居俯臣之首 岂能坐而是之 明天早晨日月相望 文官武将都要汇集 我将要在那里讨伐他 国王周围全都是我们枪族子弟 只要我一时眼色 马上就可以勤获他起诉云 请求先告诉国王 中恶的说 国王仁慈而优柔寡断 告诉他一定不会同意 万一事情败露 我们就要被斩尽杀绝 事情已经说出来了 怎么能中途改变 于是中恶的按计划 在座位上拘捕了辟西的三个弟弟 把他们杀掉了 辟西惊慌恐怖 躲到了床下 中恶的起诉云上前扶起他说 陈昨晚梦见先王斥令陈说 你的三个弟弟将要干叛逆之事 不能不讨伐他们 所以才把他们杀掉了 辟西因此得了病 神志不清 他告诉世子世连说 我祸及亲生弟弟 怎么能在地下与他们相见 国家的大小事情 听凭你去治理 我的余年残命 依附于你而已 于是辟息因忧郁而死亡 世连纪律七年拒绝严九游猎 军队国家的事务 全都委托给将领 俯臣们处理 中恶的劝他 认为人主应当自己欢愉行乐 建立威势 传部道德 世连哭泣着说 我家从祖上以来 以人孝中述相承续 先王念及有善仁爱 没有贯彻到底 悲愤而死 我虽然继承王位 不过是空占着位置而已 岂敢安于生涩于乐 威势和道德的建立 只好交给后人吧 代国的世子拓拔 因伤是恶化而死亡 秋季七月 前秦王府间到洛阳 代国世子拓拔 娶东部大人贺野干的女儿为妻 他死时妻子怀有身孕 甲虚初妻 生下一个儿子 代王拓拔时意间 为此在境内实行大赦 给他起名叫赦归 大司马桓温考虑到梁州 一州多有寇贼 州市则世代都有显赫的名声 八月 任命宁州刺史周仲孙兼义 梁二州诸军士兼任一州刺史 周仲孙是周光的儿子 前秦任命光陆勋李衍 为何州刺史 镇守无事 王猛依据洛川的战功 请求任命邓强为私立校尉 前秦王福坚下达诏令说 私立校尉负责督查京城周围的地区 职责重大 不能用来优待名将 汉光武帝不以政务官职赏赐功臣 实际上是更看重他们 邓强有连坡 李牧那样的才能 朕准备将征伐的事情交给他 在北方平定匈奴 在南方扫除阳 曰 这才是邓强的重任 私立校尉怎么值得交给他呢 晋升他的封号为 镇军将军 刺卫特进 九月 前秦王福坚返回长安 归安元侯李衍 再上去世 福坚又任命李衍的儿子 李衍为何周刺史 冬季 十月 前秦王福坚到夜城 在西山打猎 竟然十多天还流连忘返 乐观王洛勒驻马劝谏说 陛下为百姓所依托 如今九列不归 一旦出现不测之患 让太后天下人怎么办呢 福坚焉此停止打猎 回到了王宫 王猛接着禁言说 打猎确实不是当务之急 王洛的话 不可忘记 福坚赏赐王洛一百匹薄 受官针左右 从此就不再打猎了 大司马桓温 倚仗他的才能与地位 声望 暗中怀有背叛皇帝的心智 曾经扶枕凯探道 男子汉不能流芳百事 也应当一臭万年 方术知识杜炯 能预测人的贵贱 桓温问他自己的官位 能到神地部 杜炯说 明宫的功勋举世无双 官位能到大臣的顶峰 桓温听后不高兴 桓温想先在和硕建立战功 以此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声望 回来后接受加九西的礼遇 等到在方投失败 他的威吓名声陷于困顿 受到挫折 功课授春以后 桓温对参军西超说 这足以雪方投的耻辱了吧 西超说 没有 过了许久 西超到桓温的住所留宿 半夜十分对桓温说 民工在这里没有考虑什么吗 桓温说 你想有话对我说吗 西超说 民工承担着天下的重任 如今已六十高龄 却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中失败 如果不建立非常的功训 就不足以振服 满足百姓的愿望 桓温说 那么该怎么办呢 西超说 民工不干一饮 放逐太假 或光废除昌一王那样的事情 就无法建立大的威势与权力 镇压四海桓温历来怀有此心 对西超所说的深以为然 于是就和他商定计议 考虑到海西公平素谨慎小心 没有什么过错 而利用床帝知识 则容易对他进行诬陷 于是就说 皇上早就患有阳位 宠臣相龙 纪好 朱灵宝等 参与服侍起居床帝知识 羽田氏 孟氏两位美人 生下了三个儿子 将要设立太子赐封王位 转移皇上的基业 并将这话秘密地传播到民间 当时的人们都无法辨别真假 十一月 鬼卯初九 桓温准备从广陵返回孤暑 驻扎在白石 丁卫十三日 抵达建康 含蓄地劝说楚太后 请求废处废帝司马懿 立丞相慧姬王司马玉 同时还草拟了赵令 进城给楚太后 太后正在佛室烧香 那时报告说 外边有紧急奏章楚太后出来 以这门看奏章 刚看了几行字就说 我自己本来就怀疑是这样 看了一半 就停下来了 向那时要来比 加上了这样的话 我不幸遭受了这样的种种忧患 想到死去的和活着的 心如刀脚 即有十五日 桓温把百官召集到朝堂 费力皇帝 既然是历代所没有过的事情 所以没有人知道过去的典责 百官们都震惊恐惧 桓温也神色紧张 不知该怎么办 尚书左铺设王标之 知道事情不能半途而废 就对桓温说 您费力皇帝 应当效法前代的成规 于是就命令取来 汉书或光传 礼节一致 很快就决定了 王标之身穿朝服 面对朝廷 神情沉着 毫无惧色 文武仪归典泽 全都由他决定 朝廷百官因此而服了他 于是就宣布太后的赵令 废出废帝司马懿为东海王 以丞相 陆上书氏 惠姬王司马裕继承皇位 百官进入太极前殿 环温让都户竹摇 散旗侍郎刘亨 收取了废帝的印袭受戴 司马懿戴着白色便帽 身穿大臣的 仅次于朝服的盛装 走下西塘 乘着牛车出了神虎门 群臣叩拜此别 没有谁不哽咽 施玉使 殿中间带领一百多名卫兵 把他护送到东海王的宅地 环温率领百官准备好皇帝的车程 到惠姬王的官邸 去迎接惠姬王司马裕 惠姬王在朝堂更换了服装 戴着平顶的头巾 穿着单衣 面朝东方流涕 叩拜接受了印袭受戴 这天 惠姬王司马裕及皇帝 赶年号为贤安 环温临时住在中堂 分派兵力囤住守卫 环温的脚有毛病 简文帝诏令 可以让他乘车进入殿堂 环温事先准备好词章 想陈述他触废司马懿的本意 简文帝引荐 一见他便流下了眼泪 但环温战战兢兢 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 太宰武陵王司马 喜好习武练兵 被环温所记恨 想废除他 就把此事告诉了王彪之 王彪之说 武陵王是皇室的亲族尊者 没有明显的罪过 不能因为猜忌随便废除他 您要建立贤明的君主 应当尊崇辅佐王室 与伊尹 周公具有同样的美德 这件大事应该再仔细考虑 环温说 这已经是我决定了的事情 你不要再说了 以毛二十一日 环温尽上表彰 司马收罗招纳轻浮之事 儿子司马宗自负残忍 元真叛逆 事情与他有牵连 近来他猜疑恐惧 将会成为霍乱的缘由 请求免除司马的官职 让他以王的身份返回藩帝 简文帝同意了 同时还免除了司马的世子司马宗 梁王司马等人的官职 环温让魏郡太守毛安之 率领所统领的军队 素卫皇宫 毛安之是毛虎生的弟弟 庚须十六日 尊奉楚太后为崇德太后 当初殷号去世的时候 大司马桓温派人送信调宴他 殷号的儿子燕娟没有答复 也没有到桓温那里去 而是与武陵王司马游玩 广州刺史庚宇运 是与西的弟弟一直和桓温有隔阂 桓温厌恨燕娟 与运宗族的强大 想要灭掉他们 辛亥十七日 桓温派他的弟弟桓密 逼迫新菜王司马晃到西塘去叩头自述 称与司马及他的儿子司马宗 著作狼音娟 太宰张氏宇倩 院曹秀 摄人刘强 散其长氏宇柔等阴谋反叛 简文帝面对他流下了眼泪 桓温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送交庭位 宇倩 宇柔 都是宇运的弟弟 鬼丑 十九日 桓温杀掉了东海王司马懿的三个儿子 和他们的母亲 贾言二十日 遇使忠诚乔王司马田 秉承桓温的旨意 请求依据法律 简文帝下达赵令说 悲痛惋惜 惊恐不安 不忍心耳闻 何况是诉说呢 再仔细商议吧 司马田是司马的孙子 以某二十一日 桓温再次进上表彰 坚持请求杀掉司马 言辞非常激烈恳切 简文帝于是就亲手写下赵令 赐予桓温说 如果晋王朝的神灵悠长 你就不必请示 遵奉执行以前的赵令 如果晋王朝的大运已去 我就请求必让贤人晋升之路 桓温看了以后 惊慌失色 汗流满面 于是就奏请 处费司马及他的三个儿子 将其家人全都迁徙到新安郡 秉承二十二日 处免新蔡王司马晃为庶人 将他迁徙到衡阳 阴娟 宇倩 曹秀 刘强 宇柔全都被满门诛杀 宇运服夺而死 宇运的哥哥东阳太守于有的儿媳 是还货的女儿 所以桓温特别的赦免了他 宇熙听说了这桩灾难 宇弟弟汇姬参军于廟 及儿子于幽知逃到了海陵的胡泽中 桓温诛杀了阴 宇等人以后 威势显赫至极 事中谢安看见桓温 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叩拜 桓温吃惊地说 谢安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谢安说 没有君主叩拜于前 臣下拱手还礼于后的务武 24日 东晋实行大赦 为文武官员 增加品媚二等 几位25日 桓温到白石 尚书请求反归孤属 更深 26日 简文帝下达诏令 晋升桓温为丞相 大司马之位 则仍旧 留在京师辅佐朝政 桓温固制的辞让 还请求回到镇所 新有27日 桓温从白石返回孤属 前秦王福坚 听说了桓温费力皇帝的事情 对群臣们说 桓温先在坝上失败 后又在方投失败 不能反思过错 自我贬择 以向百姓谢罪 反而还废除君主 以自我解说 六十岁的老手 举动如此 将怎样自容于天下呢 明艳曰 对妻子愤怒 就向父亲耍脸色 大概说的就是桓温吧 前秦车旗大将军王蒙 考虑到都督六州的责任重大 向前秦王福坚进言 请求将此重任 改授给亲近而又贤明的人 还有授命向机选拔六州 郡县官吏的工作 也已经停止了 王蒙请求自己 去镇守一州以效力 福坚回复王蒙说 镇和你的关系 从道义上讲是君臣 从亲情上讲 则胜过骨肉 虽然这又像齐桓公 燕昭王拥有管仲 悦意 刘备拥有孔明 但我认为要超过他们 人主寻求有才能的人时 辛劳费力 得到人才就省力放心了 既然把六州委托给你 那么朕就解除了东顾之忧 不是以此来对你表示优待尊宠 而是朕自己寻求消限安逸 打江山不易 坐江山也难 假如任非其人 祸患出现于我们预料之外 其职仅是朕的优患 也是你的责任 所以宁肯让三公的职位空虚 也要首先分支闪动 你不了解朕的心愿 有为朕本来的期望 刚刚建立的政权急需人才 应该尽快选拔充实官吏 等到东方教化融洽以后 礼当让你身着上宫 礼服稀反 拂监于是 派是忠良党 到叶城去传达诏令 王猛也就像从前一样的处理政事 12月 大司马桓温上奏章说 废除放逐之人 应该把他平气到遥远的地方 不能让他接近黎民百姓 对东海王司马懿 应该按照过去废除昌一王的办法 让他到吴郡居住 太后下达诏令说 让东海王成为庶人 于心不忍 可以特别的封他魏王 桓温右上奏章说 可以封他为海西县侯耕吟 26日 封司马懿为海西县供 桓温威震朝廷内外 简文帝虽然身处至尊地位 实际上也仅仅是拱手沉没而已 常常害怕被废除 此前 火星居于太威 南藩之间 过了一个月 司马懿就被废除 新卯27日 火星逆行进入太威星坦 简文帝对此很讨厌 中书侍郎西超在宫中当班 简文帝对西超说 命运长短 本来就并不计较 所以应该不再出现前不久 废除皇帝那样的事情了吧 西超说 大司马陈环温正在对内稳定国家 对外开拓江山 我愿用百余家口来保他 不会发生那种不正常的事便 等到西超急于要请假回去看望他父亲时 简文帝说 告诉尊父 宗族国家之事 最终到了这种地步 是因为我不能用道德据匡正守卫的缘故 惭愧凯探之身 怎么能用语言来表达 接着便吟诵了余产的诗 道 致是为朝廷危险而痛心 忠臣为君主受辱而悲哀 吟诵的山然泪下 打湿了衣襟 简文帝风度仪表堂堂 言谈举止得体 用心语点击 翻阅点击 常常弄得满溪尘土 一派湛然自得的样子 他虽然神情甜淡 见识通达 但没有记事大略 谢安认为 他是晋惠帝一类的人物 只是清淡方面 比晋惠帝略胜一筹 西超因为还温的缘故 朝廷里的人都害怕侍奉他 谢安曾经与左卫将军 王坦之一起到西超那里 太阳快落山了 还没被召见 王坦之想离去 谢安说 你唯独不能为保全性命 忍耐一会儿吗 前秦任命 河州刺史里边 兼任兴晋太守 回去镇守海 将梁州的治所迁移到京城 张天熙听说 前秦有兼并他的想法 十分害怕 便在孤赃承熙设立祭坛 杀了牛 杨 朱三生 率领他的官署们 遥望东晋 与东晋的三公 致意启示结盟 太从事中郎韩伯 去奉献表彰 送达盟约 同时还带信给大司马还温 约定明年夏天再上盟会 这一年 前秦一周刺史王统 在杜尖山攻打隆袭的 鲜卑人 启福斯凡 启福斯凡 率领三万骑兵 在苑川抵抗王统 王统偷袭了杜尖山 启福斯凡部落的五万多部众 全都投降了王统 他的兵重们 听说妻子儿女 已经投降了前秦 不战而溃 启福斯凡无处可走 也到王统那里投降了 前秦王福坚任命 启福斯凡为难缠鱼 把他留在长安 任命启福斯凡的唐叔 启福土雷 为勇士护军 去安抚其部众 咸安二年 人参公元372年 春季二月 前秦任命清河人房旷 为尚书左城 征召房旷的哥哥房墨 以及清河人崔城 燕国人寒印为上北郎 北平人杨志 田邪 杨瑶为著作左郎 郝略为清河乡 这些人全都是 关东享有声望的世人 由王蒙所建举的 杨瑶是杨物的儿子 冠军将军慕容锤 对前秦王福坚禁言说 臣的叔父慕容平 是燕国像商贷的 恶来一样的人 不应该让他再玷污圣朝 愿陛下为燕国杀掉他 福坚于是调动慕容平 任范阳太守 前燕的诸王 全都被任命为 边境周郡的太守 陈司马光约 上古时候的人 有时他们的国家被灭了 他们反而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替他们除掉祸害 那个慕容平 蒙蔽君主 专善朝政 猜忌贤能 极恨功臣 余婉昏暗 贪婪暴虐 最终丧失了他的国家 国家灭亡了 他本人还不死 逃亡躲避 终被擒祸 前王福坚不把他杀掉 又对他放纵 并给予宠爱 受以观治 这是爱一个人 而不爱一国人 肯定要丧失很多人心 所以对人失以恩惠 而人们并不以恩相报 对人待以诚意 而人们并不以诚相报 最终导致功名不成 无处容身 这是由于不得要领的缘故 3月 戊午 25日 东晋朝廷 派世中王坦之 征召大司马环温 入朝府政 环温又一次推辞了 前秦王福坚下达诏令说 关东的百姓 有学问能够精通一经 才能具有一计之长的人 所在周县 阴暗礼仪 把他们送到官府 享受百师以上俸禄的官吏 学问不能精通一经 才能没有一计之长的 罢官遣送 恢复普通百姓的身份 下季 4月 将海西公司马懿 迁徙到无限的西柴里 赤令吴国内使刁仪 负责防卫 又派御使顾允 前具监察 刁仪是刁邪的儿子 6月 鬼友 12日 前秦任命王猛为丞相 中书监 尚书令 太子太父 私立校尉 其特进 常使 池杰 将军 侯爵 则仍旧保留 任命杨平公 芙蓉 为史池杰 都督六州诸军事 镇东大将军 冀州墓 与西 于淼 与过去的青州 刺史无审的儿子 武尊 聚集兵重 趁夜进入金口城 禁灵太守 便丹翻越出城 逃奔道去河 与西乍称 接受了海西宫的秘密指令 诸杀大司马还温 健康城里震惊混乱 内外都严加戒备 便丹派出各县的兵重 2000人攻击更西 与西失败 紧闭城门自我固守 还温派东海内使周绍孙 讨伐更西 秋季 7月 仁臣初一 攻下了金口城 秦获了宇西 宇淼 以及他们的亲信同党 把他们全都杀掉了 变丹是变的儿子 贾寅23日 简文帝身体不适 紧急征召大司马还温 入朝府政 一天一夜 接连发出四道诏令 还温推辞不来 当初 简文帝未惠姬王时 娶了王术的堂妹魏妃 生下了长子司马道生及弟弟司马渝生 司马道生粗鲁急躁 品行不端 母子全都因此被囚禁废除而死 其他三个儿子 司马玉 司马诸生 司马天流 全都早年夭折 众姬妾绝运将近十年 惠姬王让惠下面的人来观察他们 惠下面的人都说 能生儿子的不是这些人 惠姬王又让下面的人去观察女扑女 有一个叫李玲蓉的 在纺织作坊里 长得又高又黑 宫女们都叫他昆仑 下面的人见到他后 吃惊地说 这就是惠姬儿子的人 惠姬王召他服侍起居 生下了儿子司马昌明及司马道子 几位二十八日 立司马昌明为皇太子 这时他已经十岁了 任命司马道子 魏郎邪王 兼领惠姬国 以尊奉帝母郑太妃的四位 简文帝下达一诏 大司马桓温 依据周公的就力 代理皇帝摄政又说 对年轻的儿子 可以辅佐就辅佐 如果不能辅佐 君则自己取而代之 是中王坦之 自己手持诏书进入宫中 在简文帝面前 把诏书撕掉了 简文帝说 天下来自于意外的命运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王坦之说天下是宣帝 原帝的天下 陛下怎么能独断专行 于是简文帝就让王坦之 修改了诏书 说宗族国家之事 一概听命于大司马桓温 就像诸葛亮 王导 辅政时的做法一样 这一天 简文帝驾崩 群臣疑惑不解 没敢确立四字 有人说 应当让大司马桓温来处理 上书铺设王彪之 脸色严厉的说 天子驾崩 太子戴立 大司马怎能有资格提出异议 如果事先当面向他询问 一定反而会被他责备 于是经过朝臣讨论就决定了 太子及皇帝位实行大赦 崇德太后发布命令 因为孝武帝年幼 加上她得居丧 命令桓温依据周公摄政的就立形式 命令已经公布 王彪之说 这是非常大事 大司马桓温一定会固执的辞让 从而导致政务停顿 耽误先帝陵墓的修筑 我不敢遵奉命令 仅将诏书密封归还 于是事情也就没能实行 桓温希望简文帝临终前 将皇位扇任给自己 不这样的话 也应当让他设政 此后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非常怨恨愤怒 给弟弟桓冲写信说 简文帝一诏 让我按诸葛亮 王岛的就立辅政 桓温怀疑这时是王坦之 谢安干的 对他们怀恨在心 朝廷诏令谢安前去征召 桓温入朝辅政 桓温又推辞了 八月 前秦丞相王猛 抵达长安 又加任都督中外诸军事 王猛推辞说 丞相的重任 太父的尊位 上书令政务分反 私立校尉责任重大 总领督察军务 上传下达皇帝的命令 文物职务急于一身 大小事物都要轻功 以一隐 吕望 萧和 邓宇那样的贤明 尚且不能兼备 何况陈王猛这样不像呢 表示辞让的表彰 进上了三四次 前秦王福坚不同意 说 朕正在统一四海 除了你再没有人 可以为以重任 你不能推辞宰相 就像朕不能推辞天下一样 王猛为宰相 福坚联手 无为于其上 百官同属其下 军队及国家内政 外交事务 没有不经由他手的 王猛刚正贤明 清廉严肃 褒贬鲜明 放逐罢免失位素参者 提拔重用有才而不得智者 劝勉农耕丧残 训练军队 任用直官都符合他们的才能 刑罚一定依据罪恶 因此国富兵强 战无不胜 秦国大志 福坚斥令太子福洪 及常乐公福批等人说 你们侍奉王猛 要像侍奉我一样 杨平公福荣在冀州 以严格的标准选择周府官吏 任命尚书郎房墨和奸乡 申绍为至中别价 清和人崔红为周从事 掌管济世 芙蓉年轻 魏正喜好新奇 推崇以苛刻繁琐的方式 体现精明 申绍多次劝他改正 转向实行宽容和缓的政策 芙蓉虽然尊敬申绍 却未能完全听从他的意见 后来申绍调任吉北太守 芙蓉屡屡因为犯有过错而失去声望 多次导致被谴责 这才自己悔恨没有听从申绍的话 芙蓉曾经因为擅自建造学舍而被官府纠合 他派主部李转到长安去陈述理由 李转担心害怕 半路上就死了 芙蓉问申绍 还有谁可以派去 申绍说 燕国尚书郎高太 清晰明辩 有胆有谋 可以派去此前丞相王猛及芙蓉多次征召高太 高太都不就任 到这时 芙蓉对高太说 君子救助别人的危急 你不能再推辞了 高太于是就听从了命令 到达长安后 王猛见到他 笑着说 高太到今天才来 为什么这样迟呢 高太说 犯了罪的人前来接受刑罚 还问什么迟早 王猛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高太说 过去鲁锡公因为在盼水建立学宫而被歌颂 齐宣王因为在记下建立学宫而声名远扬 如今杨平公开辟建立学宫 追从齐 鲁 没有听说下达诏令加以褒奖 反而还反请官府罗知罪名加以弹劾 民公辅佐圣朝 如此惩罚劝勉 下面的官吏到什么地方能逃避罪责呢 王猛说 这是我的过错事情 于是就圆满解决 王猛因而感叹道 高太怎么能是杨平公可以当作鼠立的呢 他把这话告诉了前秦王福坚 辅警赵建高太很喜欢他向他询问治国的根本 高太回答说治国之本在于获得人才 获得人才在于审慎选拔审慎选拔在于调查真情 没有任官得到合适的人才而国家不能实现大志的福坚说 这话真可谓言辞简略而道理博身呀 任命高太为尚书郎 高太固执地请求返回冀州 福坚同意了 九月 东晋追尊过去的惠姬王妃王室 魏顺皇后 遵孝武帝的生母李氏为淑妃 冬季 十月 丁卯 初八 东晋在高平陵安葬了简文帝 庞城妖人卢耸自称是大道祭九 效忠他的人有八百多家 十一月 卢耸派弟子许龙拒到吴县 早晨 到了海西公司马义门口 称太后下达秘密诏令 奉迎海西公复兴大宴 海西公开始想听从他的话 后来采纳了抚养子女的保姆的劝告 而没这样干 许龙说 大事快要成功了 怎么能听儿童女人的话呢 海西公说 我获罪在此 有幸蒙寿宽舍 岂敢轻举妄动 而且太后如有诏令 就应该让官署前来 为什么只派你来呢 你一定是要作乱 接着就喝令左右的人 把他捆起来 许龙害怕了 转身逃走 甲午 初午 卢总率领兵众三百人 在早晨攻打广莫门 乍成海西公回来了 从云龙门突入宫殿的 庭院夺取武器库中的盔甲兵杖 守卫云龙门的卫士 十分惊骇 不知所措 游击将军 毛安芝听说发生了霍南 率领兵重 直接开进云龙门 亲身奋力搏击 左卫将军阴康 中领军环密 进入纸车门 与毛安芝一起讨伐 斩杀他们 打死贼党数百名 海西公深深的担心横祸发生 专世饮酒 字意音乐美色 有儿子也不养育 当时的人都很怜悯他 朝廷知道他安于屈辱 所以对他也就不再防备了 前秦都督北藩诸军事 镇北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朔方还侯梁平老去世 梁平老镇守朔方十多年 鲜卑 匈奴人对他既怕又爱 三吴地区发生大旱 许多人都饿死了 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 鬼友公元373年 春季 正月 吉卯朔 初一 东晋实行大赦 改换年号为宁康 二月 大司马桓温来晋见孝武帝 新四二十四日 孝武帝诏令 吏部尚书谢安 是中王坦之到新庭迎接 这时 都城里人心浮动 有人说 桓温要杀掉王坦之 谢安 接着晋王室的天下 就要转落他人之手 王坦之非常害怕 谢安则神色不变 说 晋朝国运的存亡 取决于此行 桓温抵达朝廷以后 百官家道叩拜 桓温部署重兵守卫 接待会见朝廷百官 有地位名望的人 全都惊慌失色 王坦之汉刘家辈 连手板都拿倒了 谢安从容就做 坐定以后 对桓温说 谢安听说诸侯有道 守卫在四邻 民工哪里用得着 在墙壁后面安置人呀 桓温笑着说 正是由于不能不这样做 于是就命令左右的人 让他们撤走 与谢安笑谈两久 西超经常作为桓温的主谋 谢安和王坦之去见桓温 桓温让西超藏在帐子中 听他们谈话 风吹开了帐子 谢安笑着说 西超可谓入帐之宾 当时天子年幼利弱 外边又有强臣 谢安与王坦之 竭尽忠诚辅佐护卫 最终使晋王室得以安稳 桓温处理卢颂 攻入宫廷的事件 拘捕了尚书陆使 并送交廷尉处置 罢免了桓温的官职 朱连作罪的人很多 提升毛安之为左卫将军 桓温从此开始怨恨桓温 三月桓温生病 在健康停留了十四天 甲午初七返回孤暑 夏季代王拓拔十亿间 让燕凤去向前秦进宪供奉 秋季七月几亥十四日 南郡宣武功桓温去世 当初桓温病重的时候 暗示朝廷给他一家九夕的礼遇 多次派人去催促 谢安 王元之故意拖延此事 让袁洪草拟赵令 袁洪草拟完以后 让王彪之沈月 王彪之赞叹他文词的优美 接着说 你本来是杰出的人才 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 让别人看呢 谢安见到了袁洪写的草稿 就对其加以修改 因此前后十多天 也没有最后定告 袁洪暗地里和王彪之商量 王彪之说 听说桓温的病情日益严重 应该不会再支持多久了 自然可以再稍微晚一点 回复桓温的弟弟江州刺史桓冲 向桓温询问谢安 王坦之应该担任什么职务 桓温说 他们不由你来安排 这话的意思是 自己活着的时候 他们一定不敢公开抗衡 自己死了以后 则不是桓冲所能控制的 如果谋害了他们 无异于桓冲 因为这反而会失去声望 桓温考虑到世子桓西 才能不足 就让桓冲统领他的兵重 因为桓密和桓西的弟弟 桓祭谋划 要一起去杀掉桓冲 桓冲私下里知道了此事 不敢进入府内 不久桓温死了 桓冲先派身强力壮的士兵 拘捕了桓西 桓冲 然后才前去吊丧 桓密于是也被废除了 桓西 桓几都被迁徙到长沙 孝武帝下诏 安葬桓温 依据汉代霍光 及安平县王的就力 桓冲称桓温留下遗嘱 以小儿子桓玄为继承人 当时桓玄刚刚五岁 继承南郡公的爵位 更须二十五日 东晋朝廷家任右将军 荆州刺史桓获为征锡将军 都京 阳 雍 郊 郊 广 五州诸军事 桓冲任中军将军 都督阳 御 将三州诸军事 及阳 御二州刺史 镇守孤暑 敬陵太守桓石秀任宁远将军 江州刺史 镇守寻阳 桓石秀是桓获的儿子 桓冲代替桓温就任以后 对王室竭尽忠诚 有人劝桓冲杀掉那些有威信 有声望人 赌掌大权 桓冲没有听从 当初桓温在任时 对人处以死罪 全都是擅自决定 不请是朝廷批准 桓冲认为生杀这样的大事 应当由朝廷核准 于是凡属死刑全都事先上报 等待批准以后再去执行 谢安因为太子年幼 辅佐守臣又刚刚死去 想请崇德太后临朝处理国政 王彪之说 前代人主年幼尚在强保 母子不可分离 所以可以让太后临时招 即便如此 太后也不能擅自决定国事 还需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 如今主上已经十多岁 快到家冠完婚的年龄了 反而让唐嫂临朝 显示人主年幼利弱 这难道是用来发扬光大圣德的做法吗 你们如果一定要这样做 我无法制止 所痛惜的是丧失了伦理大义 谢安不想把重任交给桓冲 所以让太后临朝 自己得以专权裁决 于是就没有听从王彪之的话 8月 仁子 遗物 太后又临朝主持国政 梁州刺史杨亮派他的儿子杨广攻袭仇持 与前勤梁州刺史杨安交战 杨广的军队被打败 举水一带的数位部队全都弃成溃逃 杨亮十分害怕 退守庆险 9月 杨安进军攻打汉川 秉申 十二日 东晋任命王彪之为上书令 谢安为扑设 监管吏部 共同执掌朝政 谢安眉眉感叹地说 朝廷大事 众人不能决断的 据询问王彪之 无不马上决断 东晋任命吴国内史刁仪为徐 掩二周刺史 镇守广陵 东晋 前秦王福坚让益州刺史王统 秘书坚朱荣率领二万士族从汉川出征 让前进将军茅当 英阳将军徐成 率领三万士族从剑门出征 入侵梁州 益州 梁州刺史杨亮率领一万多八辽人抵抗 在清谷交战 杨亮的军队被打败 逃奔到西城固守 朱荣于是就攻下了汉中 徐成攻打剑门 攻了下来 阳安进军攻打子童 子童太守州固守扶城 派部骑兵数千人护送母亲 妻子自汉水去江陵 朱荣半路截击 擒获了他们 周于是就投降了阳安 十一月 阳安攻克了子童 荆州刺史还货 派江夏向竹瑶救援梁州 一周 竹瑶听说广汉太守赵长战死 就带兵撤退了 一周刺史周仲孙统率兵重 在绵主抵御朱荣 听说毛当将要抵达成都 便率领骑兵五千逃奔到南中 前秦于是就夺取了梁 一二周 穷 叶郎等地 全都归附于前秦 前秦王福坚任命阳安 为一周墓 镇守成都 任命毛当为梁州刺史 镇守汉中 任命姚长为守州刺史 驻扎在殿江 任命王统为南秦州刺史 镇守仇池 前秦王福坚 想任命周为尚书郎 周说 我蒙受了晋朝厚重的恩宠 只是因为老母亲被秦货 才丧失气节 落身秦国 母子得以全身 这是秦国的恩惠 即使给我一宫 侯的高贵地位 我都不以为荣 何况是一个郎官呢 于是便拒绝就任 每次见到福坚 周有时就插开腿傲慢的一座 喊福坚为低贼 有一次正当正月初一的招会 一仗隆重 卫士众多 福坚问周说 晋朝正月初一的招会 与此相比怎么样 周吕起袖子 立言正色地说 全阳相聚 怎么敢和天朝相比 前秦人因为周不公顺 多次请求把他杀掉 而福坚却对待他更加优厚 周仲孙因一周失守 作罪而被免官 环冲任命冠军将军 毛虎生为一周刺使 兼建平太守 任命毛虎生的儿子毛球 为子同太守 毛虎生与毛球讨伐前秦 已经到达了巴西 因为粮食缺乏 退到巴东驻扎 东晋任命王毯之为 众书令 兼任丹阳寅 这一年 鲜卑人伯涵攻略拢幼 前秦王福坚 派起伏司凡讨伐他 伯涵请求投降 于是让起伏司凡 镇守永世川 有彗星出现在尾宿 激宿之间 长达十多丈 经过太微星远 扫掠东景星宿 从四月开始出现 到秋冬还未消逝 前秦太使令张梦 对前秦王福坚禁言说 尾宿 激宿是燕国的分隐 东景是秦国的分隐 如今惠星出现于尾宿 激宿而扫掠东景 十年以后 燕国要灭掉秦国 二十年后 代国要灭掉燕国 慕容的父子兄弟 是我们的仇敌 然而却布满了朝廷 尊贵显赫无人可比 陈私下里为此担忧 应该杀掉他们的首领 以消除上天的灾变 福坚没听从 杨平公福荣尚书说 东湖人占据的领土 横跨六周 面南称帝 陛下兴师动众多年 然后才制服了他们 他们本来就不是 轻木道义才来的 如今陛下亲近他们 又加倍宠幸 让他们父子兄弟 淋漓于朝廷 掌握权力 行使职责 威势超过了功勋旧臣 我愚昧地认为虎狼之心 终究不能处养 星象如此变化 希望陛下稍加注意 福坚回复说 朕正要统一天下位一家 把一笛当赤子看待 你应该忘掉忧虑 不要心怀不安 只有修制德性 才可以消除灾祸 假如能完善自己 还怕什么外患呢 宁康二年 甲虚 公元374年 春季 正月 鬼未朔 初一 东晋实行大赦 即有二十七日 雕仪去世 二月 鬼丑初一 任命王坦之为都督徐 演 清三州诸君士 吉徐 演二州刺史 镇守广陵 赵令谢安 总领中书执事 谢安喜爱音乐 就算是在悲痛的扶桑期间 私足弃悦 也未曾停止 士大夫们全都效仿他 以至于成为了一种时尚 王坦之多次 血性恳切地劝谏他 说 礼仪法度是天下之宝 应当为天下而爱惜他 谢安没能听从劝告 三月 前秦太尉 剑宁列宫李威去世 夏季 五月 蜀人张玉 阳光起兵攻打前秦 拥有兵重二万人 派使者来东晋 请求援军 前秦王福坚 派镇军将军邓枪 率领五万披甲士兵 讨伐他们 一周刺史竹瑶 威远将军环石前 率领三万兵重 攻打殿疆 瑶长的军队被打败 退到五城铸城 竹瑶 环石前驻扎在巴东 张玉自称蜀王 与巴辽酋长张崇 隐瞒的一万多人 进军包围了成都 六月 张玉改年号为黑龙 秋季 七月 张玉与张崇等人 争夺权力 起兵相攻 前秦阳安 邓枪恭喜张玉 打败了他 张玉与阳光退守棉竹 八月 邓枪在福西 打败了东晋的军队 九月 杨安在成都以南 打败了张仲 尹万 张仲战死 士兵被斩首的 有二万三千人 邓枪在棉竹 攻打张玉 杨光 全都斩杀了他们 一周又归前秦所有 冬季 十二月 有人进入前秦的 明光殿 大喊道 假身 已有之年 鱼羊吃人 悲惨啊 没有人活着剩下来 鱼羊何为先字 暗指先卑人 前秦王福坚命令抓住此人 但没有抓获 秘书坚朱荣 秘书侍郎掠阳人赵正 坚持请求诸杀先卑人 福坚没有听从 赵正是宦官 博文强记 善于写文章 喜欢直言 上书以及当面劝谏 前后有五十多次 慕容锤的夫人 伸得福坚的宠幸 福坚和他同乘一车 在后庭游玩 赵正做歌唱道 不见却来入宴室 但见福云毕白日 福坚听道后 脸色一变 向赵正道歉 同时命令这位夫人下车 这一年 代王拓拔十亿间 攻打刘卫辰 向南逃走 宁康三年 公元三百七十五年 春季 正月 新亥 初五 东晋实行大赦 夏季 五月 丙午 初二 蓝田献猴王坦之去世 临终前 给谢安 环冲写信 只是对国家的事情表示忧虑 没有谈及个人的事情 环冲考虑到谢安 历来身符众望 想把扬州让给他 自己则请求到外地任职 环市家庭的人都认为 这不是好办法 全都扼腕痛惜 苦苦劝谏 西超也竭力劝阻他 环冲全都不予听从 田静的对待此事 贾言初时 朝廷下达诏令 任命环冲为都督徐 玉 延 清 扬武州诸军士 及徐州刺史 镇守京口 任命谢安兼扬州刺史 全都佳任适中 六月 前秦清和武侯王猛 患病卧床不起 前秦王福坚 亲自为他盗难 北交 以及宗庙 设计谈祈求神灵 并分派侍卫大臣 前往黄河 华越遍及诸神 王猛的病情稍有好转 福坚又为此 而对判死刑以下的罪犯 实行赦免 王猛尚书说 没想到陛下因为臣的性命 而损害了天地之德 这是开天辟地以来 没有过的事情 臣听说回报恩德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尽情之言 今以我行将完结的生命 私下里向陛下尽献 剩下的一点忠诚 臣想到陛下威德工业 振动八方以外 声望教化照耀天地之中 九州百郡 时有齐齐 平定燕 蜀 有如腐蚀小草 善于开创的人 不一定善于完成 善于起始的人 不一定善于结束 所以古代的圣哲帝王 知道建功立业的不义 都是战战兢兢 如临深远 臣盼望陛下能够追随前代的圣哲帝王 这是天下的大姓 福坚看了王猛的尚书 十分悲痛 秋季 七月 福坚亲自到王猛的宅地 查看他的病情 并向他询问后事 王猛说 晋朝虽然偏居长江以南 但他们是正宗相言 上下安定和睦 臣死了以后 愿不要把晋朝作为图谋的对象 鲜卑 西枪 是我们的仇敌 最终也要成为我们的祸患 应该逐渐消灭他们 以使江山安定 说完这话 王猛就死了 福坚亲自参与庄练王猛 三次前往痛哭 并对太子福洪说 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 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王猛呢 依照汉代霍光的就力 安葬了王猛 八月 鬼四 二十日 东晋立王室为皇后 实行大赦 王皇后是王的孙女 任命王皇后的父亲 晋灵太守王运 为光禄大夫 兼武兵尚书 封为建昌侯 王运坚决辞让 不接受任命 九月 东晋孝武帝 讲习孝经 开始阅览典籍 邀请如是 谢安建举东莞人 徐淼不中书社人 他经常接受孝武帝的询问 匡政补义颇多 孝武帝有时艳疾群臣 汉隐歌乐之后 喜欢随手写些诗章赐给侍臣 有的诗章文词草率 内容污杂 徐淼按时把这些诗章搜集起来 带回中书省加以修改 使他们全都示意观览 经过孝武帝重新审阅 然后再传播出去 当时的人们都因此而称赞许淼 冬季 十月 鬼有朔 初一 出现日时 前秦王福坚下达赵令说 刚刚丧失了贤民的辅佐 百官当中有的不称朕的心愿 可以在魏央公以南 设置厅里诉讼的台官 正五天亲临一次 以访求隐没在民间的人才 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完全平定 但暂且可以停息舞辈 修明文教 以实现王猛高雅的指趣 应该进一步遵从儒家学说 禁止老子 庄子及宣扬扶命战焰的学说 有犯者斩首示众 适宜的选择生缘 太子 以及公侯百官的子弟 全都就学授业 朝廷内外的四晋 二位 四军中长期素位的将士 全都命令他们参加学习 每二十人配备一名经生 负责教授诵读音句 在后宫设置学官 用来教授妃嫔 选择宦官以及女仆中的聪慧敏捷者 到博士那里去学习经书 尚书郎王沛阅读宣扬 衬美扶命的书籍 扶尖把他杀掉了 从此学习称伪的人也就绝技了 在后宫设学习经习的人也就绝技了 在后宫设学习经习的人也就绝技了